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字的国语注意是 睡 自生睡 失 未 睡 自 生 睡 睡 是指蛇 蝉 等虫类 在生长过程中 换皮皮新生而言 如五草指神龙规复制当中 虽然在室说 说蛇在平野上见灵 龙在生骨中睡骨 由于蛇蝉的脱皮 是一种自然的变化 随隐身为一切事物的变化 都称为睡化 睡这个字 也念退 国语诸音 特畏退 四声退 退 是指从类所脱下来的皮 如 蛇退 蝉蝉退 所脱下来的皮或壳 可作为中药之用 退又可比喻为为脊脱的意思 如是 如是 实际的积极区 远转的传续 当中 记得再说 主族卓佩 读读语 知读写 如确OR clipping avoided 读佳佩卫 教练anship 以书幽由尘埕秋之外 是说也拖链读读读史之中 而不同的隆书和墨乌 是比于区区远的指向性高极节的意思 最后要提出来说明的是 睡字共有两种读音 在念睡的时候是指从类脱皮而言 念退则是指从类所脱下来的皮 因此在什么时候念睡 什么时候念退 一定要先看看其在文词中的含义 然后才能够决定要念哪一种读音 不过睡变不可以念成脱变 禅退也不要念成了禅对 另外睡字的右偏旁是个对字 是由分口人三个字所合成的会议字 人孝口常开就是对 所以对字的上面是个古写的分字 而不是一点一撇 特别提供给您做个参考 今天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那么你介绍一下